市府在保龄这个案子的一开始 我觉得他们有一点慢了 大家应该记得后来的几天 在案发后来的几天 讲市长他有协同这个法务局啊 社会局啊卫生局出来开记者会 那一连开了好几天 那我觉得动作有一点太慢了啦 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应该每天出来开记者会 像大家报告说 市政府现在对调查的进度 然后这些个案处理的进度 还有没有可能 可能有在外面的这个受害者 你也可能有吃到类似的东西 然后要赶快来跟市府做回报的 我觉得这个处理的媒体效率上面 媒体处理的速度 确实是有点慢了啦 那甚至中间还扯出案外案是说 中央跟地方两边在那边推来推去 说到底是谁没有把食材收走 然后谁怎样怎样 两边还要在新闻上面 这样吵来吵去 然后最后这个大家还要再吵说 啊这些照片是谁泄露给谁 我觉得这些都对于家属而言 都没有什么必要啦 但是市府的效率 整体效率而言应该要再快一点 我记得好像还有民进党的议员 有去讲到说什么 在科市府时期 然后就已经 说保龄查室就已经被人家说过啦 对对对对 一开始的时候 有民进党议员去调 那个很久以前的稽查资料 然后就说啊这个在科市府时期 它就有稽查 然后当时就不合格 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问题是这类型的稽查 其实例行性的稽查应该固定的时间 都会再做一次 所以这种事情 你要硬要去把它牵扯到 前朝的市府 我觉得是有点太过牵强 而且蒋世甫当时已经上任 快要一年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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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又这时候又要再去讲说 啊柯文哲怎样怎样 就是有的时候那个 可是我大概可以理解 就是民进党的议员 我在猜猜可能第一时间 有点想要去弄一点 政治操作的议位在里面啦 对对有声量因为平常我还真没看过 比较没看过这位议员 就是因为现在的 不好意思我连名字都有点 现在的模式就是 你蒋万安就是比较中规中矩 然后它是安全牌嘛 所以民进党议员有时候在那边骂的 这样口沫横飞 可是万安就会跟你说 是议员我们会照做 我们努力 但你有感觉蒋市长现在好像比较 受访他会讲比较多一些 稍微辣一点的话 你说主动去牵理睿会的手吗 不是我只是说因为他我觉得他这个会期 确实也要给他一点称赞是说 他的咨询的答复上面 我觉得比较有一点放开来的 至少让大家知道说 哎我是市长 看起来是 对然后可以去调配这些局处之间 互相的关系 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他确实比较小心警示 然后他比较安全牌的人 所以民进党议员在那边骂的这样子 然后他也是就是站得好好的 然后跟大家说 是好议员我们会去做 所以就对大家而言会觉得打讲完好像声量不高 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对啊媒体也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回应这样子 但是打柯文哲的时候 柯文哲就会回应啊 前途市府的时候就突然一路声量 柯文哲就很喜欢有一句回应 然后这句回应哇又被写成标题 然后又可以再回去问议员 这样又可以写了好几天的心理这样子 所以两边程度上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但因为我最近就有发现 因为的确刚开始就是蒋安市长他上任的时候 那个时候本来有一些据我所知 就是有一些媒体他可能把就是 北市住在那边 住宅在那边的一些记者人力 是有做一些所编的 因为那时候他们觉得说 哎蒋市长好像也没有说 一直开所谓的媒体联访 然后包含他可能在讲的时候 的确也比较保守 所以有一些他们就觉得 嗯那要常驻的采访吗 这样然后就有点想说那不然做一点点 人力上的调整这样 那最近看起来 我觉得他好像受访的频率有变高 然后再加上新闻量也比较多 就是他比较会去对一些时事议题 特别可能像前阵子立法院的那些 什么国会改革的议题什么 他就直接回答会比较直求对决一点 对因为他以前也当过立法委员嘛 所以大家就会把类似的问题 或者是立法院发生了什么事情 再回头去问他 那他确实因为以前我们都想说 像柯市长在总质询的时候 哇上面的媒体几乎就是20多家 然后这个柯市长从头到尾 有时候这个总质询 就是从1点开始到6点结束 从头到尾都会有媒体 这样很认真的拍给他 千万不能漏掉他 任何一句话的那种感觉 那可是蒋市长 他一开始的时候确实 这媒体的数量确实是少蛮多的 就是比较安全 对 安全牌 然后渐渐的大家可能 问一些政治议题的时候 他也比较就是不答 然后像他也不会有太发脾气的时候 我觉得 对 他情绪波动比较没那么大 对 除了第一个会期 对民众党议员还蛮凶之外 第二个会期好像就还好 现在还好了 对 那就是对于大家而言 那个新闻画面跟那个热度 还有那种冲突感可能就没有 所以有些记者就觉得 那好像可以先放一放 先放一放 然后最近立法院又打得这么火热 对啊 那就干脆都去立法院 整地都去那边了 对 所以就没办法 我们那个台北市议员 只要自己找饭吃 自己找饭吃 这到底确实 对 没错 因为这个可能媒体的关注度 有点点调整啦 但我觉得最近因为国会改革的关系 所以又因为他以前的立委 所以又再回去一些 的确没有错 好 那我们这边也来做一个补充 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 食安这个议题 但我觉得不是只有台北会遇到啦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天下杂志它近期做的一个统计 我觉得它统计到 今年的4月10号的时候 当然大家可以看一下 食品中毒的这个案量 跟之前比起来 这边才前四个月 可是已经跟前几年 都已经快要差不多高了 就是很惊悚 都已经4000多了 然后就是患者人数是4000多 然后这边的中毒案量的话 大概也是400多 快要500这样子 所以它已经是今年初 光是今年初食品中毒 就已经直比以往的全年的案量 你就觉得哇塞 书丹红啊 对啊 那时候都把大家 书丹红 书丹红 把大家给吓坏啦 因为听说这个保龄茶室的新闻 因为联播了好几天 对 所以大家就开始对于食物中毒 比较有点敏感性 以前有时候我们可能吃东西 吃完回家就觉得拉肚子 就算了 对 肚子痛好像就算了 你可能就吃个一两天常会要 你就觉得那天运气不好这样 但是因为保龄茶室这个事情之后 三十几个人 非常非常多人对于食物中毒 开始那个敏感度会提升 然后会主动的去通报说 哎 我好像吃了什么东西 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 会比较敏感一点 但毕竟也是因为 谁会知道说 中午去吃了一碗这个炒果条之后 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遗症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好事啦 因为大家对于这个 基本的卫生环境 对于食安的那个警戒心体更高了 对啊 这样其实也是好事 然后大家可能在吃饭的时候 还是会更加去注意这些 呃 卫生环境等等 然后像这种生食类的东西 大家也会比较注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但是台湾的卫生环境 肯定有没有办法改善 或者是有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稽查 这个也是希望市府 可以赶快补充人力的地方 嗯 没错 对啊 我觉得地方政府 然后包含中央这边 因为这个资料是从 这个卫福部事要所这边 来做一个统计嘛 那所以我觉得 当然中央地方 都要一起努力 对于食安这件事情上面 都可以持续的来提高 更多更多的一些人力啊 配备啊等等的 都可以去把它做一个提升 没错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领悟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